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首先把这门课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序论、Introduction 我们来讲讲这几个名词、概念 一个叫天气 什么叫天气? 什么是天气观测? 什么是天气图? 什么叫天气分析? 天气系统? 天气形式? 天气预报? 天气学? 最后简单说这句 我们研究天气学的意义 那什么叫做天气? 我们天天讲今天天气很好 或者今天天气不好 那什么叫天气呢? 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天气它是各种气象要素所表现的 综合表现的一种大气的状态 我们说气压、气温、湿度、风、零、降水、人间度等等等等 这些呢我们都把它叫做气象要素 这每一个气象要素啊 它都是反映了某一种大气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气压 它实际上表示大气的质量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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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出来的 降水 也都是相变的结果 冷静度 表示大气的透明度 所以这些气象要素 综合起来表现的就是一种天气 我们普通讲 今天天气很好 那就是辐射太阳 天空比较晴朗 很可能气压比较高 温度相对比较高等等 那有时候会有局率的降温 我们就称它为寒草 有时候挂很大的风 那也可能就是台风 或者等等这些天气 各种各样的天气型 所以这就叫做天气 那么我们说这个天气呢 它是随着空间随着时间 随着变化的 所以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观测 那么在不同的地方 都要设观测的气象台站 那么还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呢 去对它进行连续的观测 所以不但是我们中国 世界上面 所有的国家都进行气象的观测 形成一个全球的一个观测网 那么我们的观测呢 有地面观测 有高空观测 太空观测 是吧 我们把这种观测的结果呢 就填在一张地图上面 那这张地图 按照一定的分析的规则 来进行分析 那么这样呢 就构成了一张天气图 我们对这些气象要素的分布 和它随时间的变化 来进行研究 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做天气分析 这个天气图呢 到现在已经有 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这个 在这张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气象要素 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天气学分析 这个我们就会具体地看 怎么样来填写这张天气图 怎么样来分析这张天气图 那么这个天气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气压 温度 温度 湿度 风等等等等 这些要素啊 都填在这个图上面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天气图 它原来是一个希腊文字 它原来是一个希腊文字 希腊是演变过来的一个英文字 它就包含了中观的意思 就是各种气象要素啊 都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了 那么这个天气图呢 那么这个天气图呢 根据我们所要研究的范围 有的呢 范围比较小的 有的呢 范围比较大 有的是整个欧亚地区的 有的是中国地区 有的是欧亚地区 甚至整个是北半球的 或者甚至有全球的 那就根据你所要研究的那个范围 你选取不同的这个天气图 刚才讲呢 我们除了一些常规的这个探测工具以外 现在我们有卫星 那么你看 这个就是一张卫星的云土 这张卫星云土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地方是白的 红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表示有云 这个红的这个地方呢 就表示有比较强的那种对流云 那么这地方呢 空的没有云 没有云 没有云 那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 这个地方我们以后说 这叫做富乐带高雅 富乐带高雅 它是个晴天 那么在这个边上呢 这叫富乐带高雅的南部的东风气流 这是富乐带高雅的北边呢 西风气流 所以这也是一张天气图 对吧 那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天气图 但是我们现代的一种探测所段 得到的一张天气图 这是一个雷达 鬼波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实际上反映了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叫做冷风 这是暖风 这是一个气旋 一个窝卷 那么你看 这是一个台风 这是卫星上面看到的 这是台风 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一个超级单体 这是雷达看到的 这一个叫做勾战回波 英文叫做hook echo 你看这地方 在这地方 很可能就会出现龙卷风 这样非常激烈的天气 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这样 把所有这些 现代的探测手段 得到的这些 表现天气的分布的情 这种图表 都称它为叫天气图 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叫做广义的天气图 所以我们在做天气的分析 就可以应用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具 也就是说 除了常规的工具以外 还有这种广义的天气图 我们在天气图上面 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天气系统 这个天气系统呢 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就是一团空气 这一团空气呢 它是以某一种规律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组织在一起的 这一团空气 那我们的天气现象啊 有时候是晴朗的 有时候是下雨 这种天气呢 总是和天气系统 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这个天气系统呢 它是各种天气现象的制造者和携带者 它跑到哪里 就把这一团天气呢 就带到哪去了 当然这个系统这个概念 不但是我们天气学里面用了 各种各样的这个学科里面 各种情况都用这个系统这样的概念 实际上在这个控制论里面 这个系统的概念 它是指的有相互制约 这些相互作用的元素构成的 并且具有整体的功能和综合行为的一个统一体 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控制论 关于系统的概念 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天气学的上面来 这就是天气系统 那么在一张天气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个天气系统 往往有好多的天气系统 那么这个很多的天气系统的 互相的一种配置 互相的一种相互的作用 那么这就是叫做天气形式 那么这个每一个天气系统 它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从强又到弱最后消亡 那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叫做天气的过程 所以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天气系统 天气形式 天气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所谓天气分析呢 就是以天气图 也就是包括广义的天气图 作为基本工具 来分析天气的演变 这样一种方法就叫做天气学分析 那么我们从现在的情况 来预知未来的天气的变化 天气的预报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学的这门课 就叫天气学 天气学是一门怎么样的课程呢 它就研究天气变化规律 它的分析和预报的方法 这么一门学科就叫做天气学 也就是说天气学 它是以天气图为基本工具 来研究各种天气系统 天气过程 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 并且利用这样一些规律 来预测未来的天气 也就是这么一个学科 那我们到这里来之后就知道 气象学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畴 但我们天气学呢 是气象学里面的一个分支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支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支 我们以后就会 接触到其他各门课之后 我们就知道呢 天气学这门课程 是大气科学 也就是气象学 一个重要的专业课 和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我们通过这个天气学的学习之后呢 就是掌握 可以初步地掌握 天气分析和天气预报的 基本的原理和基本的方法 那么对于学习其他的专业课程 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天气学的意义 当然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对象 这个研究的对象 是天气学 是天气 这个天气呢 它首先它是一个自然的资源 我们好天气啊 给我们创造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方便 那么这个是一种资源 但是有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灾害 也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 而且呢是一种 可以说是最频繁发生的一种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有很多啊 有地震啊火山啊爆发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但是发生最频繁的影响最经常的就是天气灾害 因为我们中国来讲 中国是一个天气灾害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中国气象局做过一个统计 它统计了1993年到2003年 这十年 整个中国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的经济损失 是21,146亿人民币 那么平均来讲呢 就是每年都有2000多亿人民币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城市了 怎么可能是这样 参加了